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继续释放着霸王色 接下来就是赤犬这一环节 由于伟田个人对赤犬约性人物 经验文态的男子汉形象的崇拜 伟田其实明显就是给予了 绝对注意的海军赤犬 很多潜在的战略光环 而绝对体现在攻击力上 也就是赤犬拥有着 结果就是海中世界中最知名的岩浆拳 流星火山是犹如火山爆发的 最强大规模攻击招式之一 全指红莲大喷火 也都是招招的人 只想躲而不想挡的可怕攻击 而杀死艾斯的可恶招式 其实竟然也是赤犬的一招 正常输出的岩浆拳 最可怕的是赤犬反驳白狐子的那一招 不经意的可恨鸣狗 竟然一下子就抓去了白狐子的半张脸 这一切似乎就已经表明 从正常中等以及大规模的攻击 只要绝对之力的赤犬一出手 那基本上就是索命的进攻 因此从攻击的强度和规模来说 原来赤犬和死亡凯多可能会各有千秋 但从攻击致命性的层面来说 赤犬可能就有更加可怕 接下来是防守环节 在玉田的回评之前 一直自杀未遂的 凯多的不死防御力 完全就是一个神话 在玉田的回评之后 正如本34级海盗专题 我所说明的 不死的最强生物凯多 其实可能就已经走向神坛 因为在20年前 和光玉田的那场大战中 凯多的反应我们也不难看出 他不光是会死 而且可能也很怕死 而即便公正来说 仅从肉身的防御力和恢复力来说 最强生物凯多目前依旧还是 毫无应用的海宗世界最强肉盾 但通过20年前 他和玉田大战的事件 我们也不难看出 只要伤害等级 可以达到阎王玉田的这个级别 那凯多的最强肉盾防御 就可以被攻破 接下来是赤犬的环节 从表面和正常的情况来说 赤犬的防御 自然就会是逊色于凯多 但从和索隆相似的 绝对硬汉属性来说 赤犬的防御 其实可能就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回到他和白胡子 在顶上大战的单挑 由于对手是最强赤犬白胡子 因此赤犬在场面上被压制 甚至被白胡子暴揍 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反正只击中白胡子几次 就和白胡子造成了致命伤害不同 即便白胡子身将赤犬 按在地上摩擦 甚至干脆还将其打入了地下 但在火来赤犬依旧还可以 从地下像火伤爆发一样 朋友归来 像打了鸡血一样 继续和白胡子卡集团疯狂战斗 因此从防御和抗死的层面来说 经受住最强赤犬白胡子 暴揍考验的赤犬 恐怕也不会逊色于凯特太多 而说这里 有关凯特和赤犬 到底是水更强的问题 想必大家就已经知道我们的答案 虽然结合439系海洞专题 我们所扑扯的凯特更强的 最强单挑龙人形态 还没有正式在军中出现 而一旦龙人凯特出现 他所带来的进攻防御和复复能力 也自然就会进一步的加强 但即便如此 有关最强输入我是黄凯特 和海军专事吃犬 究竟是水更强的问题 我们就还是会倾向于 吃更加不要命的红狗会营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黄昀 海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